24号波纳 奥拉斯两分的分差 应该说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都依然有机会 但是可能霍夫曼的下场 对于狂热来说会 有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这球泰勒 强行的 这个投篮 8比分居然是追平了 98比98 对这球呢 刚奥拉斯处理起来就显得非常冷静 我不需要去给你抢三分 现在出了个进攻犯规 桑登布朗应该是在卡位的时候呢 手臂有推人动作 这一节出现的食物呢 这个狂热就有五次 水星这边只出现一次 就是这个体力的下降啊也会导致这种传接球的食物出现 所以最后这三分多钟啊对于狂热来讲就非常的难熬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把霍夫脉换上来 实在进攻当中已经这个好几分钟都没有得过分了 特拉斯的突破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这样的话 特拉斯将可以发球啊 特拉斯从正面的强行突破 就是布朗最后有个身体的接触 从这种双方的第四节这种表现来看 那水星队的球员呢是浑身是尽 而这个狂热的球员已经是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特拉斯的第一发不重啊 这个时候呢确实还是非常的紧张 两罚中一 霍夫曼看上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因为这场比赛之后呢 后面还有这个第二场啊 还有自己的主场比赛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带伤上阵去拼的话呢 这个如果真的是伤得非常严重就不太值 没有啊 特拉斯虽然今天这场比赛自己的得分不高 但是这次的助攻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样从落后到反抽四分 水星队现在是把握住了一个优势 特拉斯从中国的突破 然后传球呢 很舒服队友接的 直接的三位球命中 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好